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在于委外投资是商业银行重要的一个经历业务模式 同时它对债券市场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并且最重要的是资管新规颁布之后 对于非标的资产对于委外的冲击是相对巨大的 因此我们专门做了这个专题 就这个问题为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的简要的解决 我们在后期会持续的推出一些新的专题 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更为深入的一个讲解 也更为深入的研究 我们将会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商业银行的委外业务概况 商业银行委外市场规模测算 资管新规对委外规模的影响 以及商业银行委外投资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四个角度 首先我们先关注商业银行委外业务的一个概况 商业银行的委外业务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商业银行的委外业务也成为委托投资业务 指商业银行将资金委托给外部机构管理人 由外部机构管理人按照约定的范围 进行主动管理的投资模式 之所以有这种业务的产生 主要是在于商业银行 它自身的话 更多的是承担银行的一种收放贷 也就是基础的业务 但是它的钱 如果有动性稍微充裕的情况下 也可以进行一些 它不能投股票 但是它可以做债券的投资 可是它自身管理团队所限 没有那么多的管理团队 来负责大量的资产进行投资的业务 所以说他们会将多余的流动性 把这些钱直接委托给像券商 或者说是资管这些行业 这种资管和基金 让他们来做相关的投资 并且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 这就形成了一个委托投资的关系 那么看这个表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一般的委托方都是国有的大行 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和农商行等等 而受托端的内容比较多了 信托 自管 保险自管 公募基金私募 专户 还有基金子公司 投资的方向也是多种多样 非标 货币基金 债券 公募基金 金融衍生品等等 除了股票不能投资的话 基本其他的方向的话 投资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 商业银行委外业务 可以到一个分类 主要是按不同的模式 可以分化为三种情况 投资形式划分 可以分为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计划和保险计划 如果按资金来源分类 可以分为商业银行的自营类 委托资金业务 商业银行理财类委托资金业务 就可以分为两类理财和表外理财 表外理财主要包括 高本理财和非高本理财 而按委外业务的话 可以分为也是三类应该说 因为有一类的话 相对来讲 它最主要的是两类 一个是产品模式的委外业务 主要是反映在资金委托方 通过与委托端进行产品合作 约定产品的投资范围及业绩 比较基准 还有的是固投模式的委外业务 通过投股管理人 发出债券买卖指令 指导银行交易文的操作 但委托账户的交易 发生在银行自己的系统 和托管账户的一个模式 除此之外 还有组合基金的 和组合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 这种委外模式 反正叫FOF和MOM 这种在国内不多 是欧美等海外主要的投资方式 对我国具有这些意义 也是大资管范围之内的 后期大资管行业的 一个转型的主要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委外的一个主要的盈利图 就是盈利模式的图 成商行 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等等 还有两种资金的来源 包括理财资金 还有它的自营资金 反正成为就是表内和表外的 两个部分 形成了一个委外业务 然后以这种不同的方式 行托计划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银行自营体系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产品模式 和投股模式 来实现这个盈利的一个过程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模式的一个 图示的一个方法 当然银行的委外 投资的这个资金的头像呢 一般的是以货币市场工具 债券非标 金融产品 公共基金 以及其他为主 2017年呢 最主要的理财方向投资呢 为债券 占比呢42.19% 非标呢 16.22% 现金呢 是3.91% 而全一类资产呢 在那儿就得有47% 这个表呢 也是我们做资金来源分类的 委外资金头像的一个变动 还有它的这个头像占比的一个情况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的这个报告的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商业银行 委外市场的一个规模测算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 它的测度的规模呢 这个方法进行一个简要的测算 并且呢 对这个影响规模的一个 这个变动的情况呢 进行一个分析 之所以这样计算呢 是希望能够从定量角度来判断 这个美丸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 以及这个相关的这种政策发布完之后 对它会否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影响 委外市场的规模测算的这个方法的介绍呢 主要是从它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呢 是从委托端的角度 也就是银行业的视角 它主要是分成理财视角和非理财的视角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呢 理财的渠道的委外规模呢 等于第N年年底的理财资金规模 乘以理财资金投往委员的比重 一般是由委外比重 由市场利率来定夺 而非理财的这个渠道的 这个规模呢 是由第三方机构发起的设立 结构性主体想要的权益 加上在本集团内 作为发起人 但为纳入合并报表的 结构化主体想要的收益 此二项呢 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当中 为纳入合并资产报表的 一个结构化主体的权益 这个项目 所以呢 委托端的资产 这个委外资金的合计呢 一般都是理财渠道的委外 但是非理财渠道委员的一个合计 也说我们从 可以从银行的这个 委托端的这个数据呢 来进行一个测读 同时呢 除了委托端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从售托端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即从资管行业的角度 通过分析托管机构 如信托 基金资管 然后券商资管 基金专户等银行 基金规模 以及主动占比呢 来求得银行委外资金的占比 公式为呢 售托端委外的规模 等于各类资管 乘以各类资管 持有来自银行的资金占比 和主动管理的占比 在各类的资管选取 规模较大的企业资管 一般为全场资管 信托 基金和基金专户 一般情况下 会忽略小资管的情况 这两种方法 是我们测读 委外规模的一个 一个核心的一个 思路 据点来说呢 从委托端以银行业的角度 它的优点在于呢 从中口径更为全面 同时呢 直观于理解 而是确点来于呢 非理财业的委外资金呢 因数据不公开的缘故 难以收集 虽可根据这个 商业银行资产负责表情 估测 但是呢 依旧难以分辨出 与实际具体投向 委外资金 因此呢 可能与实际值呢 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而呢 因理财资金投向 委外的比重数据呢 需要根据历史的比重呢 估测呢 因而存在一定的实质性 从准确度来看呢 由于 数据公开的原因呢 委托端的测度呢 并不如收拖端好 这也是我们 根据这个 第一个委托端的一个方式呢 进行测算的一个结果 包括18年的一季度 每个季度的数据 进行一个测算 理财的角度 第二角度呢 是受拖端 从资管行业的角度 相比于委托端来说呢 它的准确度呢 相对更高 数据公开度呢 也较为较高 但是呢 它的缺点在于呢 因资管持有来自 银行资金 以及主动管理占比呢 需要根据历史的 数据估测 所带的一定的实质性 同时呢 估算中 忽略的部分小资管呢 小规模资管 也对结果到 一定程度的误差 因此呢 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呢 也都分别停一下计算 近五年来呢 这个资管银行理财的 主要呢 底端配置的资产 前四名分别是债券 非标 现金 以及银行存款 全力类资产 合计比重呢 虽近五年呢 逐步下降 但是仍超过80% 具体来看呢 债券占绝对高位 非标呢 近三年维持着16% 波幅 波动幅度相对不大 资金及银行存款 逐年下降 2016年呢 被非标反超 权益类的债比相对较少 债券中呢 信用债占比80% 债券呢 是银行理财主要配置资产 信用债呢 则是债券最重要的配置资产 这是委外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资产 分布的一个情况 第三部分呢 关注资管新规 对于委外规模的一个影响 从定性角度来看呢 资管新规的一个颁布呢 主要是分成三个方面的影响 统一了监管的标准 打破钢队 消除多层嵌套 减少了监管套利 规范资金池 降低期限错配 减少流动性的风险 委外输费的意愿呢 自此之后呢 有一个明显的增加 规模呢 呈现一个萎缩的状况 我们通过我们的测试的指标呢 可以发现 从17年的一季度 到18年的一季度呢 这个指标由 开始了这个三万多亿 降到了这个两万 两千多亿 其实非常一个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行 而近期呢 这个委外规模呢 有个变化呢 是出现了两点密号 第一个呢 是资管新规的 这个正式稿出台之后呢 各项规定明显转松 同时呢 资管新规过程期呢 会将延长两年 这对于委外来讲呢 是一个利好之处 第二呢 是近期流动性充裕 银行私产端的压力呢 骤减 资金端呢 以资金的 缺乏度呢 相对较低 委外的出贵压力呢 是成一个混转的趋势 无论从涉容的一个变动的情况 还是从M2和M1 以及M2 以及M1减刀差呢 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两点的变化 最后呢 我们关注委外投资 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个影响 委外投资初期呢 对于债券市场影响的表现 和目前对于债券市场的表现呢 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状况 而现在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 从市场影响来看呢 短期委外不利于市场的 市场的 不利于市场 是对于市场有一定的冲击 债券呢 作为违约的最主要的底端配置资产呢 带动利率债 性债的提前输回 工几端受挫呢 主要原因有 第一个是资管的产品的杠杆下降 和各投资者的标准提高呢 将冲击整个的广义 基金的存量规模 规范资金持业务呢 影响非标和债券投资 银行理财呢 被认定刚对后呢 将补缴准备金 未确定的政策呢 会影响市场的相关情绪 而目前呢 对于债券的影响呢 则主要是 呃 体现在这个国内环境方面 呃 的一个变动 然后对它 产生的一个相关的影响 因为呢 这个三大形势呢 呃 是这个 目前 是 是决定了这个银行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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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委外市场的一个重点 呃 从基本面角度来讲呢 二级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呢 对经济的这个展望中呢 强调防风险需求端的挤碰头 可能对经济形成一个扰动 包括呢 这个中美贸易 这个摩擦 美元走强 对新积市场的投资 因此呢 这个 新违约风险上升了等等 都成为经过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制约 经济下行呢 对于债券相对于利好 所以说呢 呃 这种情况呢 基本面呢 决定了 债券市场啊 是一个 利好的因素 而委外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 其实对它是一个让位的状态 而资金面呢 流动性是十分充裕的 政策呢 维持一个 稳货币宽信用的格局 央行通过了降准M2F呢 定向的 向这个商业银行呢 释放流动性 以维护飞标回表 和施探经济的合理的一个融资 对债市呢 仍然是一定的一个 牛市的一个影响 这一点呢 就是反 这一点对于跟 尾巴的一个关系呢 也是反映资金面的 这个 流通的一个 流动性比较强呢 这个 使商业银行的这个 能够做委外的一个意愿呢 也是在东西的一个加强 同时的政策们角度 增加经济局部穿松 对委外监管的态度呢 存向这个 转向存量治理 新规落地后呢 监管GDL 逐步已经确定下来 委外的收获加剧的风险呢 将不会无限的蔓延 委外压力呢 甚可承受 对战事的观察呢 回归到了一个经济基本面上 因此呢 我们认为呢 战事目前对于 这个委外目前对于 战事的一个影响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它还是 受到这个监管放松 以及流动性宽松的一个 双方的一个影响 后期呢 将不会如前期 那个下行的风险这么大 但是呢 在整体的局势 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前 就是监管的格局 没有这个 这个基调没有变化之前呢 想让它回复 以前那个 狂飙突进的那种时代呢 估计 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呢 美外后期的这个转向 和这个银行业如何进行的 这个 投资 这个委外投资模式的一个探索呢 也是我们 后期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的 以上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 商业银行 委外投资市场分析的相关内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